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得了一个恐惧症叫做Somniphobia 睡眠恐惧症 对睡着觉有一种莫名的恐惧 他会怕睡着了不懂起床 会怕睡醒觉不懂说话 会怕梦游不知道去了哪里 会怕发噩梦 所以每晚当他要睡觉的时候 他就很害怕 心跳加速 掌心无汗 他会怕得哭出来 怎样都不肯睡 而我们这帮那么喜欢睡觉的同学 当然完全不明白他的处境 也没有办法为他分忧 后来听到他家里帮他买了一只 很巨型的咖啡猫给他 让他感觉到夜晚 不是只有他一个孤零零 而是有人陪着他 原来陪伴真的很重要 就是这样 他勉强捱过了这一关 我想我们未必有这么特别的经验 但每个人总有惧怕惊恐的经历 一般的人会提依深呼吸 跟人分享一下 聊聊天 又或者尽快逃离现场 去一个可以放松的地方 你呢 你怕的时候又会做些什么呢 诗篇有一位作者 提供了一个快靓正的方法 去面对困难 就是唱歌 诗篇一百二十一篇 是一篇上行之诗 是以色列文 在耶路撒冷朝圣的路上 会唱诵的诗篇 这篇的诗篇虽然得寥寥数节 但是讲了诗人在朝圣的路上 所面对的各种危险 隐忧和恐惧 罪居在四方八面的犹太人 在往耶路撒冷的途中 会见到连绵的山岭 而山上满布的是不同民间宗教的妙语 所以当诗人向山举目的时候 他见到的就是敌党耶和华的偶像 面对眼前的阻力 诗人毫不畏惧 反而宣告 他的帮助不是来自受造物 而是创造主 那究竟诗人面对了什么困难呢 有圣经学者认为 这几节圣经所说的不同场景 都有隐喻 例如形容耶和华不打顿 不睡觉 是仿效列王纪相十八章二十七节 咒笑巴力偶像 是一个会睡觉 要被人叫起身的神 而白日和夜间 都是代表当时民间宗教和偶像 而耶和华藏你右边任备你 是因为当时的战士 如果有武器的话 通常都会右手拿兵器 左手拿盾牌 所以右边就会成为 很容易受袭击的弱点 但诗人相信 耶和华神能保他们的安危 有如在他们弱点外守护他 堵塞一切的弱点 让他们稳如泰山 滴水不流 所以诗人面对的 既有熟灵的争战 也有实际环境的威胁 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通常都是注目在困难里面 然而诗人无论面对偶像 敌人 亦或朝圣道路上 种种不能预知的危险 他都昂然望向每一种的挑战 宣告他有强大的后盾 比较你和我 这么多偶像 有猛兽又敌人 见耶和华 崇拜他 尊崇祂的道路 坏危险都要走 耶和华 耶和华 要华要保护你 因我神 他不遂救 百人如今 也不怕遭海 若你 必要到 耶和华 耶和华要保护你 在你右边 任为你 你出离音 直到永远 我终 我终 别保护你 面对种种的危难 诗人 没有掉头走 没有放弃 没有定征 在危险里面 从而忘记 这个旅途的目的 相反 他无住种种的威胁 仍然定义 仰望 相信神 走当走的路 所以 诗人 不是去到耶路撒冷 才遇见神 他在朝圣的旅途当中 在他困难重重底下 他已经 与神同行了 今天 基督徒 都有一条 朝圣的路要走 这条路 滑起困难重重 还要背负十架 屡受逼迫 我们 可有被这些困难 吓得放弃 掉头走 还是好像私人一样 仰望主 冒着危险 都要走完 这条朝圣 得胜的道路呢 我们眼前 虽然看不清楚 有瘟疫 惊骇 等着我们 让我们 今天宣告 我们的帮助 与我们同行的 是做天地的耶和华 不是咖啡 我们的脚 不动摇 因为我们 站在恩典 站在神的真理 和光明中 在危难和困境中 我们高唱 赞美神的诗歌 我要向山举摩 向山举摩 我帮助 来自做天地的你 我的救赎 我的帮助 来自你 彰天做地的你 我要向山举摩 我要向山举摩 向山举摩 我帮助 来自做天地的你 我的救赎 我的帮助 来自你 从天做地的你 最近 有没有一些事情 让你惊惶不定 难以 专心向神 有没有想过 你在神里面 有没有什么方向 或者目标 你有没有定征在困难里面 以至到迷失了当走的路了 举其不定 容易放弃 灰心疲倦 勇敢坚持 以上哪一个形容词 形容当下的你 比较贴切 创天做地的耶和华 我赞美你 因为无论我前路 有多艰辛 你都帮助我 面对眼前种种的困难 求你保护我 如果我软弱 离开了你 不信你 忘记了跟随你 求你怜悯我 加我力量 使我勇气 和信心 好叫我成为一个 却不动摇 心不浮动的朝圣者 以赞美的歌声 走人生的道路 奉主名求 阿门 在你右边 饮给你 你出你 也直到永远 我最必保护你 你出你 也直到永远 我最必保护你 无论你在生命的旅途中 经历了什么光景 愿你知道 神是做心事的神 我们期待祂 在我们生命奇妙的工作 你现在收听的是 童心电台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DJ妈妈 下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